毕业季来临但因为新冠疫情许多产业都受到冲击 也让毕业生的求举路变得坎坷 劳动部因此推出职业训练学习奖励金 先顾后训以及就业奖励金等四项措施 要来帮助毕业生衔接职场 第一项措施是延长推动产业新建兵计划 提供最高10万元训练补助来鼓励青年参与数位资讯 第二项措施是推动学习奖励金 凡15岁到29岁本国级的大约青年 来参加政府的置办或委办的训练 我们最高给予9万6千元的学习奖励金 除了产业兼兵计划可以领最高10万元补助 只要参加劳动部的失业者值钱训练 最高可以领到9.6万 另外雇主可以透过青年就业期间计划 让青年做中学 政府也会补助雇主训练费 最高可领10.8万元 第三个措施是推动青年就业期间计划 来补助雇主每人最高10万8千元的训练费用 来鼓励雇主提供青年的就业机会 让青年快速接轨职场 最后根据办理青年就业奖励金措施 毕业青年于今年9月30日前就业 且连续受雇同一雇主 将提供最高3万元就业奖励金 来鼓励青年紧速投入就业市场 同时为了鼓励应届毕业生稳定就业 只要连续受雇同一雇主满半年就可以领3万元 劳动部希望透过四大措施 协助青年提升职能 缩短求职周期险接职场 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把握机会 记者来唯一投影报道